德福的大数罪日礼拜时间到了 大家在时日间早晚献上礼拜,辛苦了 通过圣经的教导话语可知 向上帝献上的祷告会成为香烟 上达到天上的宝座前 我们要相信 我们献上的所有祈祷 已全都上达天上宝座的事实 今天通过大数罪日和至圣所的奥秘为主题 和大家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在查看真理话语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塔木德里面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智慧的父亲 为了更好的养育儿子 他送儿子出国留学 后来父亲得了重病 临死之前给仆人留了一份遗书 那份遗书里写道 所有财产都归仆人 儿子只能从中选一项归自己所有 而且主妇仆人 绝对不要告诉儿子自己生病去世的消息 因为这会影响儿子的学习 叫仆人 叫仆人等他儿子完成学业回故乡后 一定给他看这份遗书 他对仆人说 所有财产都归你所有 以后我的儿子无论要求什么 只要给他一项他所求的即可 父亲留下这样的遗嘱之后去世了 儿子完成学业 结束留学生活回故乡后才得知 父亲已经去世 夫人把父亲的遗书拿来给儿子看 儿子对此遗嘱感到十分困惑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可为什么这么做了呢 因无法揣摩父亲的深意 儿子感到很烦闷 于是在琢磨几天后 他去拜访了临近村子里 非常智慧的拉比 给他看了父亲的遗书 他说 父亲把这么多的财产 全都留给仆人 却只留给我其中的一样 我该如何接受这份遗嘱呢 而且父亲让我只选一个 我不知道选什么 才是父亲的旨意 儿子既感到困惑 心中又难免有些伤心 因为父亲把一切留给仆人 却让自己只能拥有其中的一个 可是拉比看到那份遗书后 却拍腿赞叹说 你的父亲真的非常智慧 那个儿子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拉比说 你完成学业回来 需要数年的时间 倘若没有说把财产都留给仆人 那么这个仆人 还能好好管理财产吗 还有 假如父亲没有留下这份遗嘱 而是吩咐 把所有财产 留给自己的儿子 那么 那个仆人 就会把财产都转移到别处 但是 现在全部财产 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了 不是吗 所以说 你的父亲 是非常英明的人 可儿子 还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说父亲英明 拉比说 你只要拥有一个 就能拥有这所有财产 儿子问 那是什么呢 拉比回答说 你只要拥有那个仆人就行了 按照当时的犹太习俗 仆人拥有的一切所有物 全都归属于其主人 所以 在父亲的遗产中 你只要选择那个仆人 那么 你就能拥有全部财产 最终 儿子在众多遗产中 选择了仆人 从而 完整地继承了 父亲全部财产 这就是 塔木德中的一个故事 像这样 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也为了 将天上荣耀的产业 赐给儿女们 在圣经中 留下了许多 如同那份一眼般的内容 为什么这么做了呢 直接让我们 全都拥有 多好啊 倘若父亲 对仆人说 把全部财产 留给我儿子 你就拥有一亩地吧 那么 仆人 就会不断地 把财产 转移到别处 但是他说 财产 全部归你 因财产 属于自己 所以仆人 该多么努力地经营 和管理这些财产呢 可是 在这份遗书中 却含有 父亲的神意 即 你只要选择仆人 就不会失去一分一毫 会继承 全部财产 今天 我为什么 给大家 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 阿萨谢勒公山羊 和至圣所 与大数罪制 有着非常重要 且密切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阿萨谢勒公山羊 预表撒旦 不是吗 今天 就是一切罪 全都转移到 撒旦身上的日子 我们 若只从表面上 去看这位 智慧的父亲 留下的遗书 就会有 无法理解的部分 父亲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 若能仔细查看 这背后的原因 就能明白 上帝 在明确的小育我们 要做什么 并如何去做 就像各位 所熟知的那样 宰杀两只公山羊的日子 就是大数罪制 一只归上帝 作为 数罪祭的牺牲祭物 另一只 归阿萨谢勒 将百姓的所有罪 都按手归到 阿萨谢勒公山羊的头上 要把阿萨谢勒公山羊 带到旷野 无人之地 他最终 会在 无水 无粮的旷野 徘徊 饿死 也就是说 被预表为 撒旦的 阿萨谢勒公山羊 会在旷野 无人之地徘徊 最终 死亡 借此 以色列百姓 以往所犯的 所有罪与无讳 全都怎样呢 全都消灭 上帝 将此 蕴含在了 旧约的摩西律法之中 所以 我们务必要知晓的 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这 阿萨谢勒公山羊 另外一个 就是至圣所 至圣所 不是平时 能进入的场所 什么时候 才能进去呢 大树罪日 一年一次 只有在大树罪日 至圣所的门 才开启 只有在大树罪日 进入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 在至圣所中 行洒血的礼 将血 洒在祭坛上 才能将罪 按守在 阿萨谢勒公山羊的头上 并将它流放到旷野 相信各位通过学习圣经 都非常清楚此内容 在大树罪日到来之前 百姓若犯了罪 就牵来羊或山羊 到祭司面前 坦白自己的罪 以此作为暑假 将自己应付出的 罪的代价 转嫁到羊或山羊身上 然后牺牲那只羊或山羊 宰杀牺牲祭物 将血 洒在祭坛上 借着牺牲祭物的死 百姓的罪 被转移到圣所 并在圣所里 保管一年 保管一年后 在大树罪日那天 揭开圣所的慢子 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之后 百姓的所有罪 才完全消灭 即使在某年某月某日 宰杀一只羊 向上帝献凡计 罪也不会在当日就消灭 必须经过至圣所 才能完全消灭罪恶 所以说至圣所的作用至关重要 就像塔木德里面的儿子 他原以为父亲留给自己的产业极少 但其实他父亲将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他 不是吗 如果不知道这一点 就会产生误会 如果不领悟父亲的意思 就会产生错觉 认为父亲什么也没留给我 圣经66卷的内容 如同马太福音13章所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怎样呢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充满的智慧和聪明 所以我们现今 才能轻易地理解圣经 预表撒旦的阿萨谢勒公山羊 和至圣所的关系 这些是大使罪日的核心词汇 上帝为何连这些 都用比喻来讲呢 这个比喻的实体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提到的圣殿 是指非移动式的圣所 即在固定建筑物中的圣所 称为圣殿 在旷业40年期间 圣所不是固定在母地 而是一直在移动 此时上帝的帐母 被称为圣所 为了解制圣所的内容 我们首先要查看一下 圣所的问题 请翻开启示录21章 一起看一下启示录21章 22节话语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上帝 全能者和羔羊 为什么呢 为城的殿 即上帝就是圣殿 三千五百年前 圣帝给摩西看了天上的圣殿 并吩咐他在地上照样怎样呢 照样建造天上圣所的模型 因此 摩西在地上建造了帐母 即圣所 圣所的规格 形状 布置等一切 都是按照天上圣殿所造 可当 使徒约翰得到启示 观看时 却没看到圣所 发现没有圣殿 原来 谁就是圣殿呢 说羔羊 就是圣殿 圣殿 从外面看 像是一个建筑物 但进入里面 就可知 里面分为两部分 前面叫做圣所 后面叫做制圣所 是吧 因为说 羔羊就是圣殿 所以 耶稣就是圣经所小玉的圣殿 我们更加具体地 查考一下此场面 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 一起看 马太福音27章 五十节话语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这是耶稣 代替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与命的场面 说气就断了 那么 耶稣去世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忽然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睡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耶稣基督的死 和圣所的曼子之间 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以致当耶稣 在十字架上 云命时 经上说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这看起来 似乎是一件 偶然发生的事 但就像 塔木德中 出现的遗言一样 上帝 也将 非常重要的内容 放在了这里面 耶稣和圣所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通过 西伯来书十章 来查看一下 这圣所的曼子 具有怎样的意义 看一下西伯来书 十章十九节话语 西伯来书 十章十九节中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 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 哪里呢 至圣所 英文圣经中 也记录为 至圣所 指一个整体时 会称此为圣所 但在进行 严格的区分时 就会分为 前面的圣所 和后面的至圣所 有英文圣经的家人 可以看一下这里 是被记录为 Most Holy Place 而不是圣所 这意味着 这是所有圣洁之地中 最神圣的地方 称圣所时 英文圣经中 会记录为 Holy Place 然而 因为此处 是最神圣的场所 所以前面 加了极致的致 说这是至圣所 在圣所中 没有比这更圣洁的 这里最为圣洁 所以称此为至圣所 所以严谨地说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看二十节 是借着祂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 就是谁的身体呢 说是 祂的身体 这里的祂 是指谁呢 即 耶稣的身体 曼子 起到隔断的作用 将圣所分为 外殿和内殿 但是这里说 圣所中 曼子的实体 就是耶稣的身体 借着耶稣的死 才成就了 圣所的曼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的事工 那么 曼子的后面 有什么呢 因为曼子裂开 所以 从此圣所 和至圣所的区别 也随之消失 一直以来 曼子阻挡了 通往至圣所的道路 但 随着曼子的裂开 即 借着基督的死 上帝 打开了 谁都能 直接进入 至圣所的道路 我们 有必要学习 这至圣所的问题 请翻到六章十九节 看一下 希伯来书 六章十九节话语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且通入 哪里呢 曼内 曼内 指的是哪里呢 是至圣所 谁最先进入 至圣所了呢 耶稣 首先进入 至圣所 然后 谁跟着进入呢 将来 要得救的儿女们 进入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 大祭司 就为我们 进入漫内 大祭司 进入至圣所的日子 是什么时候呢 只有 一年一次的 大适罪日 这一天 现在 我们居住在 这样的真理当中 诚然 是得到了 上帝 莫大的祝福 假如 大祭司 没有进入 至圣所 我们的罪 就永远都 无法赦免 无法成就赦罪 平时 以色列百姓 犯罪后 前来一只羊 或山羊 当作祭物 祭司 流那羊 或山羊的血 代替那人的罪 即便这样 那些罪 也不会消失 而是 一直留在 圣所里 通过 大赎罪日 借着大祭司 进入至圣所 才能成就 永远的赎罪 所以 至圣所 对于我们这些 天上的罪人来说 是非常值得 感谢的地方 倘若 没有至圣所 我们的罪 就永远无法 得猛赦免 上帝 通过 旧约的摩西律法 提及至圣所 究竟是想要 告诉我们什么呢 又为何说 这本是 天上士的形状 和影像 吩咐摩西 按照天上的实体 在地上 建造一模一样的 圣所呢 而且 经上还记录说 我未见城内有电 因高阳为城的电 那么 圣殿中 位于后面的至圣所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通过 《猎王纪上》六章 来确认一下 请翻开 《猎王纪上》六章十四节 看一下六章十四节话语 所罗门建造电宇 电里面 用香柏木板贴墙 从地到棚顶 都用木板遮蔽 又用松木板铺地 内电 就是制圣所 长二十轴 从地到棚顶 用香柏木板遮蔽 因为圣所 挨进入口 制圣所在里面 所以制圣所 也叫内电 内电 就是制圣所 用香柏木板遮蔽 十七节 内电前的外电 长四十轴 店里一点石头 都不显露 一盖 用香柏木遮蔽 上面刻着野瓜 和初开的花 店里预备了内电 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内电 制圣所的 另一个名称 为内电 内电 长 多少轴呢 二十轴 宽 二十轴 高 二十轴 长 宽 高 都一样 就像上帝 吩咐摩西 建造帐木时 给他看了 同样的圣殿样式一样 在所罗门 建造圣殿时 制圣所的形状 也丝毫没有改变 长 宽 高 都怎样呢 都一样 如此建造了制圣所 只有进入这里 罪才能完全消灭 否则 罪会一直存留在圣所里 通过所罗门建造圣殿当时的记录 可以确认 制圣所的长 宽 高 都一样 然而 在使徒约翰的启示中 再次出现了这一场面 请翻开启示录二十一章 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 九节话语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扬的七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 什么呢 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请翻开十六节 来看一下关于耶路撒冷的场面 看十六节 城 即耶路撒冷城 是四方的 长宽 怎样呢 一样 天使用尾字两纳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怎样呢 都是一样 所罗门王朝建造圣殿时 至圣所的长 宽 高 都一样 这不是所罗门能擅自决定的内容 即使长和宽相同 高度也可能略有不同 或者也有可能长度稍长 宽度稍短 但是 至圣所的形状 却被描述为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天使说 要给约翰看 高扬的七 心腹 然后 给他看了 这样的耶路撒冷 在 三千五百年前的 摩西时代 上帝为什么让摩西 建造 长 宽 高 都相同的 至圣所呢 而且 关于天上圣殿 说高扬为城的殿 关于圣殿中的至圣所 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说耶路撒冷城的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然后说 这是谁呢 这就是高扬的七 心腹 关于高扬的七 心腹 使徒保罗 在加拉太书中 是这样记录的 请翻开加拉太书四章 一起看一下 加拉太书四章 二十六节话语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刚才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登场的那个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他是 谁呢 我们的母 最终 通过就约律法 缴遇了我们 至圣所的重要性 大祭司一年 只能进入至圣所一次 若不进入至圣所 就绝对无法 完全消灭 百姓们的所有罪 像这样 我们若没能拥有 对耶路撒冷 天上母亲的 全备信心 就无法得到 完全的赦罪 上帝正在 小于我们这一事实 我们或许会想 大祭司 是不是平时 也可以随时 进出至圣所呢 但是 上帝并没有 如此规定 除了大使罪日以外 绝不允许 进出至圣所 我们都是在 天上犯罪 被驱逐到 这地上的 犯罪的天使 不是吗 所有人类 都是在天上 犯下不可饶恕的罪 被驱逐到 这地球逃成的罪人 所以 预言的时间 一到 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就会呼唤我们 看一下 启示录 二十二章 十七节的话语 圣灵和新父都说 圣灵 是指作为 高养的基督 是吧 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说新父就是耶路撒冷 又说 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他是谁呢 也就是 父亲和母亲都说 说什么呢 来 听见的人 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 摆摆取 生命的水喝 想要得蒙 赦罪的人 就要走向圣灵和新父才行 以色列百姓犯罪后 一定会牵着 将要代替自己的罪 而牺牲的羊或山羊 去哪里呢 到圣所找祭司 到了圣所 祭司就会牺牲羊或山羊 来代替那个人的罪 然后这些罪 直到大数罪日来临为止 会在圣所里保存一年 通过大数罪日 大祭司进入至圣所 就在那一天 我们所有的罪 才完全地归到 仇敌魔鬼身上 从此 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 上帝将这些预言 都蕴含在了旧约的摩西律法中 通过这些模型 小遇了我们属灵的状况 我们跟随父亲母亲 呼唤我们来的声音 今天来到了这里 这是多么幸运 又感谢的事情呢 倘若没有遇见母亲上帝 没有遇见父亲上帝 我们深重的罪恶 通过什么 才能得蒙饶恕和赦免呢 在启示录的末尾 记录了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互唤的声音 安慰着因作罪的奴仆 而疲惫的灵魂 以及因活在罪中 而受痛苦的所有人类 说想得安息的人 都到我这里来 我会使你们得享安息 引导你们到生命水河畔 上帝的这一呼唤声 就像在开头所讲的故事中 智慧的父亲 为儿子留下高明的遗书一样 上帝在圣经66卷中 也蕴含了这种奥秘 吩咐我们要跟随母亲上帝 说以利沙跟随以利亚 约书亚跟随摩西 彼得跟随耶稣 我跟随母亲 在这一切事上 父亲亲自给我们做了榜样 如今 我们若想蒙受代数的恩典 就必须要有至圣所才行 若没有至圣所 就断然无法成就赦罪 建立至圣所 是为了将天上的耶路撒冷 即自主的天上母亲 交易给我们 我们要铭记其中 所蕴含的父亲深奥的旨意 无论父亲母亲往哪里引导 希望我们都能跟随到底 一起进入永远的天国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